天天跟我坐妹前一分钟 以前公司开会 领导总是说简单的讲十分钟 结果每次都至少说两小时啊 所以书员就出一些招数 既可以开小猜 又能让领导觉得你很认真 今天书就来教教你们 一 坐在领导旁边 就不能随其所欲的玩耍了 这时候可以选择发发呆 或者干脆趁机制定一个 周末的出行计划 不如担心 只要每隔半分钟就若有所思 就点点头啊 领导就会以为 你在很认真地听着简话 二 坐在领导对面 就等于活在领导的眼鼻子底下了 你干点啥都被领导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你可以在笔记本上随便乱滑了 伪装成在鸡笔系的样子啊 保证至少每分钟和领导 有一直眼神的接触 盯着眼睛看的时候 领导很容易忽略 你手上的小动作 三 坐得离领导很远 那说明你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不高 这种人就别开小猜了 在领导的心目中留点好印象 你才能成为他的眼儿